活着90岁有多少啊 没多少 您高瘦了 我88 普通百姓呗 我们年轻的时候 长电的工作不吃香 能到工厂的都算不错 您是哪工厂 玻璃总厂 北京也是一个最大的工厂 我工作是高温 玻璃一切 反正是天真在火上烤 学头就学的是这个 反正是你说热吗 在哪待着都热 反正就夏天吧 你多么热 也是那时担心吗 也是工作风 有高炉车间 我们是属于加工车间了 高炉就是画玻璃的 那个就是危险比较大 或者在艺术地儿 做手工 玻璃一切都是手工的 化验室用的东西 都是我们做 反正那个时候流水线 这一条线下来 玻璃总厂是个大厂 在北京市也是数得着的 好几个万人 它有26个分厂 一个分厂生产一样 反正从15岁学徒 就进厂学了 到50退休 35年功龄 我们那时候 怎么说 从中餐来了 就能找个工厂学徒 就不错了 没有文化 后来都自己学 上班一边学 一边上 我们下了班都有夜校 我都学到初中啊 你上了班 下了班每天都有课 您是从文盲来讲学到初中 对 晚上我们都是上夜校上去 也都在中学里边上 全家工作就工会就有这些个组织 上夜校都是免费 年轻人才愿意去 现在这养老大学怎么样 阿嬷糊糊吧 反正够我吃饭了 反正顾不起保姆 那就是5000多一点 对 活着90岁有多少啊 没多少 这可是跟你说 叫我们这岁数啊 你看今天跟你说啊 挺好 明天早上也可能就起不来了 这都到了这岁数了 现在随时都在发生的事 到了这岁数 婚婚都是病了 每天反正出来走走 别吃东西太多了 少吃肉 您这老家是哪儿的 老家正顶 十街庄的 当初北京解放了 那当兵的 我们家里都有在部队的 他们进了京了 我们就可以到北京来 一愿意来就来学徒来 大爷等于当时是 他是部队 跟我不是一个地儿 我们是长辈 打日本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 后来北京解放 他们来了 我们也就 也就到岁数了 可以出来找屋了 没有文化也能找到 那时候 你到工厂学徒吗 学技术吗 我一人 您老伴呢 老伴早就没了 老伴癌症 老伴70多 一直慢慢的活吧 我三个孩子 那您现在得靠一个吧 都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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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靠 自己有工资嘛 也不需要他们 那平时谁照顾您 我现在还能行吗 还不需要有人照顾 自己还能做点吃 是 现成的 做点吃就行了 简单 秃杂淡饭 也不吃什么好的 祝这位大妈身体健康 开心快乐每一天 感谢您的观看